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历史的避难性 历史避难性是不是就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马元写了这些小说 这个马元去西藏是非常有关系的 他是依赖西藏的这种非常神奇的神秘的这些经验 来建构其他的小说 他也才会以这种方式来写 所以有时候往这种方向去走也是很神奇的 比如像这个贾兵王 他写废都 废都被禁了 结果他后来写了琴枪 当然琴枪也是不错的作品 但是贾兵王很可能本来是按废都的那种方式 去进一步去写的 但后来他变了 那么这种变对他来说是幸运还是遗憾 曾经有一个记者采访我 我认为还是有些遗憾 我觉得费都那个角度开决出来 虽然说我们对他有种种的批判 但是那是开启了贾兵王写作的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维度 那么关于这篇小说当然要讨论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我们时间是不允许的 后面有很多的内容 读这个小说文本分析的课 我会去分析它的虚构 我们会花两节课的时间去讨论一篇小说 关于港里斯的诱惑 哪位同学还会发表什么见解 还想发表什么见解 什么感受 他当然试图表达这样一个西藏的神秘感 是吧 这种神秘感 但是这种神秘感和他的那种 独特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关系 一种关系 但是整体上说 这种小说的写出来 在八十年代中期 他的反叛性的意味要大得多 有时候这种反叛是一种无意识的 这种反叛是偶然的 极端的反叛有时候是很偶然的 你像马云别的小说 你像他虚构也好 大师也好 虽然他都写了也是非常神秘的那种经验 但他的故事相对要完整一些 但这个港里斯的诱惑 他是最极端的 最极端的 有没有问题啊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篇小说 好 我是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篇小说里面经常会有 就是作者经常会写一句话 说假如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或者假如真的发生过这么一件事的话 然后最后写《顿书对院》也是说 小说的结局 你大概已经猜到如果我这么说的话 就是好像作者一直是想要表示他怀疑或者是否定他前面写的东西 他这样子这样写这种笔法有什么意义 或者他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他是想要造成一个让我们觉得 就是好像这个文本是想要不断的强调这个文本是非真实的虚构的 然后你找一种什么认为吗 还是什么 OK 好 这个问题很好 确实这我觉得它至少有两重的一种意思 一个就是说 他一直在告诉你 我这个是在虚构 他一直想强调他的虚构 强调这种小说的叙述 那么我们过去的现代主义小说呢 它其实是还原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 同时把这种还原本身呢 当成了一种历史 是吧 你看大家读这个青春之歌也好 是吧 这个林道静 它在叙述这么一个历史 那好像有一个真实的林道静 当然有作者自己个人的经历 他这个小说 历头使你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还原 他跟你讲的是一个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 它是真实的 它的细节也是合理的 是吧 它的情节的发展也是合理的 那么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 那么马云呢 他就一直强调虚构 就说这个故事是我在说的 我一直在跟你说 是吧 那么我不声称 我不保证 我说的是完全真实的 这是我在说 你相信也好 你不相信也好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一直要吸引你 他在说 他怎么说 所以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 我们有最重要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 是马云把写什么变成怎么写 这是很重要的 是吧 如果大家这个有兴趣去看一下 我写的那本书 就是无边的挑战 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阐述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说 在过去写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知道有题材 我们会分成题材 是吧 农村题材 工业题材 城市题材 等等分成这个题材 然后重大题材 是吧 这个赵树里写的三里湾 这个周阳和这个胡椒墨 都不太满意 因为他里面琐碎的东西太多 是吧 他没有突出重大 柳青创业史重大 是吧 他写了在中国设计农村 农民应该走哪条路 是吧 应该走哪条路 这个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 两个阶级的 你是我活的斗争 这个就是重大题材 那后来重大题材 变成一种大的事件 所以你看我们 512大地震 是吧 大家就说 这个要写 这是大事 是吧 地震 那么哪里倒了一座房子 这个不算 是吧 然后奥运会 这个是重大题材 我们现在今天为止 我们还有 是吧 徐坤写了一部小说 是吧 这个 关于这个奥运会的 那么那个时候 有一次 512大地震之后呢 我们在 中国社会院 开过一次会 那天会的我印象中 是中午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有外文所的一些研究人员 还有我记得那天 好像墨言也在 然后有一个 座中有一个人就说 这512大地震 这个中国可能会出现 一批大作品 我当时就感到 这个我说 未必 我说这个大作品 和这个大事件 未必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提出 那样的问题呢 他就那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过去 有一个大重大题材 写什么 很重要 是吧 小说写什么 很重要 那么我说未必 未必 那么 莫言当时好像 蛮同意我的看法 他也觉得 这个大的事件 就出现大的作品 地震一火烂 用过去 就能写出大作品 他也表示怀疑 那么我觉得文学 你做一个知识分子 做一个作家 你关心国家的大事 那是另一回事情 是吧 那都应该关心 但你变成文学作品 这个就 这个就很难说 这个就很难说 是吧 所以在过去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 你必须写重大事件 写什么 那么 到了 回到文学本身 像内转 他就可以怎么写 是吧 所以你看 马云写的这些东西 他有什么意思 是吧 什么猎雄都神神道道的 是吧 一个那个 然后藏族的姑娘死了 然后天藏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 牧羊牧民 是吧 西藏的牧民 他们的故事 这些都是缺乏 大的这种事件 但是他重在 他怎么写 马云就是把写什么 改变为怎么写 这变得是一个向内转 文学的变革 是从写什么 转向怎么写 从此之后 他影响了后面的作家 但是与他同时的 莫言也好 长选也好 也是有他怎么写 长选的怎么写 是把他变成语言 变成他 完全荒荡的那种感觉 后来的怎么写 像先锋派的怎么写 我们下一节课 我们后面会谈 这个先锋派的小说 他的怎么写 是以他的那种方式来 来写 叙述方式 隔飞的空缺 郁华讲的语言 和存在的关系 苏同的那种抒情性 以及他们对暴力 的那种书写 北春的迷宫 比方他们怎么写 变成这个东西 所以写什么 向内转 写什么和怎么写 80年代后期 到90年代的 这样一个文学的变革 就是向内转 写什么 变成怎么写 回到文学形式 强调了叙述方式 强调了我的感觉 强调了心理 强调了写出的那种荒诞 和那种悲剧 我把它称之为后悲剧 是这种东西 这个思路是这样来理的 那么关于这篇小说呢 我有一些概念性的一种归纳 就是说小说叙事的自由与变换 那么第二呢 写出了生存中那些坚硬的事实 他们总是以偶狼的 和不可思议的意外的形式来体现 写出了西藏的神秘 神性和神秘性 这个大家去体会 没有看的同学 还是希望再看一下 那么在这样一个 马云的同时的 有个洪峰 洪峰呢 大家知道吗 洪峰 前几年出现过一件 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就是中国作家刑体 大家知道网络上发生事吧 沈阳有一个作家 在大街上要饭 这就洪峰 洪峰搞的 洪峰呢 就搞到这个行为艺术 他是一直挂在沈阳的文化局 挂在沈阳的文化局呢 他呢 也不去上班 那么实际上呢 中国作协 协会的作家 是不用上班的 就在家里写 写完了 就只有人家把稿费寄到单位 他去拿那个汇款单的时候 他去单位 其他时间 他是不去单位的 那么洪峰呢 他是文化局 所以文化局呢 还是要去上班的 但是呢 原来的局长 跟他大概是哥 就是说你是作战 你就不用来上班 那后来的局长 这个不干 是吧 后来局长换了 他说你要来上班 每一个人都要上班 是吧 你不上班 这哪行 结果不上班 就把他工资停了 所以他就闹起来 他就去静坐 那么洪峰还是一个 非常有个性 非常有特点的 这样一个作家 他呢 大概结过几次婚 离过几次婚 而且他的老婆 都是美女 都是一米七以上的美女 他现在不知道 是结婚的 还是没有结婚的 在云南 某一个乡下 有他的一位年轻的妻子 这个 所以洪峰呢 是 他的状态 确实是 有一种非常 非常好 非常独特的 作家的状态 这是东北的作家 你像这个马云呢 马云和洪峰 都是东北的 都辽宁了 这个 马云八二年代 他就跑到西藏去了 在西藏待了几年 西藏待了几年 写了小说 后来不写了 九十年代 马云呢 去做生意 跑到这个海南去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啊 这个潘军呢 也是新丰派的作家 在海南 他跑到他那去 跑到他那去呢 就在潘军的 赵很屈尊 在潘军的手下 潘军当总经理 他当副总经理 大概是这样 但是他又觉得这个 他这个 马云这个牛皮大了 是吧 他怎么能当副总经理 他就自己要当总经理 自己去搞这个公司 就那个时候 在海南呢 就每一个 就是据说椰子树啊 每一个椰子树底下 都站着一个总经理 椰子树上掉下一个椰子 就会砸昏了一个总经理 就这样 所以马云也当上总经理 那显然他这个生意 基本上也是 跟他写小说一样 是吧 这个港底斯的诱惑 是吧 然后就 就大概 肯定有一些本钱 也给他大概打水漂了 后来他要做件事情 就是拍这个 拍一个纪录片 他那个纪录片 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年了 大概是 九十年代初期 应该是 九三年 九三年 九二年 九二年 九二年拍的 九二年 九三年拍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突然间接到他的一个电话 大概九十年代 就是九二年 九三年 他说他在拍一百个 中国的作家 那么我很荣幸 被他列到这个一百个里面去了 他说了他要拍我 好 那我那个时候 这个也很激动 这个一百个 这个要向全世界推广 是吧 这个 然后我就去了 就他大概 我记得那天还下雪 把我搞到一些什么很荒唐的 这个破碎的工厂的什么 我自己莫莫莫莫的印象中 是我当时抓着什么铁栏杆之类的 就跟他吵了一下 吊在那上面 但是后来呢 这个又把我叫到这个亚应村 他还给他租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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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 然后那天下午的 我们坐在这个公寓里面 他那个下午 坐在地下 我也讲这种 坐在地下 地下有地毯 然后喝茶 他说他最大的理想 他要把这部片子卖出去 他卖出去的 他现在算了一下 他说大概能卖一千万 我当时给他吓了一条 我说这个能卖一千万 我当时心里想 你能卖十万不错 他说我说你卖的是一千万 你干什么呢 我卖一千万 我成立一个基金会 哎呀我一听这很有理想 我要设一个奖 他什么奖 就中国的公国文学奖 公国奖 法国的公国文学奖 公国文学奖的评委是五个的 是终身的 他当时就论命我 这五个评委中 用你一个 你一个公国文学奖 那我说你呢 他说我不参与 我就是花钱 我就往里投钱 这个你们讲 我不干预你们 你们怎么评 他已经论命了 他说我今天下午是第一个论命 你为公国的评委 我能对他第一个论命 这大概是1992年的 还是93年的某一天 我现在有点忘了 反正92 93 94 大概就是这几年 有点冬天 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些东北的作家 那个年代的那些作家 他是非常奇怪的 他是有非常大的理想 然后这个生活毫无章法 然后这个做事情呢 这个非常的这种 有理想 然后这个行动非常的混乱 那么现在马云呢 在这个 在同济大学 是当中文习主论 我其实前几年 我还跟他照过一次 一张像 我刚才 今天在电脑里边 没找出来 就那个时候 可能不是数码相机 可能是那个 是那个照片 好 好 是两个人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